北京时间1月8日 NBA常规赛正在进行 其中哈特表示 本赛季表现出色 主要是主教练愿意给机会 爵士将和内线诺维尔配来 签下一份10天合同 就在刚刚 联盟迎来多个可靠消息 与费城76人 洛杉矶快船 休斯敦火箭 布鲁克林拦网等等 球迷好奇的是 哈登希望欧文打主场客场比赛 蔡崇信愿不愿意缴纳罚款呢 就在刚刚 据记者Jason Dumas报道 为了能够再交易 全明星球星本西蒙斯 实现球队利益最大化的标准 费城76人 管理层公布一份全新的交易名单 涉及其他球队人选高达25名 有可以直接交易的 也有打包才能交易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总经理布兰登不着急送走西蒙斯 主要是乔尔恩比德 没有向球队施压 他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队友 而以19胜20副战绩 排在西部第八的洛杉矶快船队 据名记Chris Haynes在节目中透露 球队老板鲍尔默 主教练泰伦卢 迎来一个令人开心的好消息 超级球星科怀莱昂纳德 也就是小卡的康复速度 比医疗团队提供的计划 还要快很多 有机会在本赛季提前复出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莱昂纳德加大训练量 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好 第二肌肉变得越来越强壮 值得一提的是 休斯敦火箭也是有好消息 据最新数据统计 最近15场比赛的数据 球队最佳第六人 埃里克戈登军能拿到16.7分 1.3篮板4.4助攻 3分命中率达到50% 他这样的状态 对于主教练塞拉斯来说 有机会赢球 对于总经理斯通来说 交易的时候可以要多点筹码 对于费尔蒂塔来说 证明自己眼光还不错 总之就是三赢的局面 最后 场均22.5分 8.1篮板的詹姆斯哈登 在接受采访谈到了自己的队友凯里欧文 他是这么说 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磨合 与大哥凯文杜兰特必须习惯 凯里欧文无法打主场 只能打客场的事情 按照心中所想 我还是选择力挺欧文 希望能够出战主场客场 在那之前 我们会想办法 要说明的是 如果欧文在纽约主场打球 蔡崇信就要缴纳1000-5000美元的罚款 是按每一场来算 那么альной 因为 我们 现在 感谢观看